强调美国范宇集团专精财务规划与管理经验超过30年 创始人兼总裁胡振国宣布 将在全美14个州都拥有分公司与办公室的基础上 未来开展更多讲座 我们在今年要推出很多不同的系列的客户讲座 在我们各个办公室都有各种的讲座 除了延续我们去年很热门的财富传承跟信托的讲座 这一类的讲座让我们很多的客户对信托的知识 对传承为什么遗产比赠予好的方面有更深刻的了解 而不会犯一些传承的错误 我们常常在讲传承传承两个字是两个部分 父母要如何传的好也能帮孩子如何成的好 且范宇集团迈入2024年将继续为自雇主和企业主 提供更多合法的省税计划 如何让他们省税的最大化 如何去利用一个好的税务教练 能够来讲能够让他们省税省到最多 那我们常常看我们常常看到一些business owners 他们对一些省税的话呢 对退休计划的选择 还有呢到底该买办公室买warehouse呢 还是租到底里面中间的差别在哪里呢 公司上还有哪些事情可以省税呢 我们在省税的讲座 不管是各对对烧粉婆义或者本事松呢来讲 这个都会对你们有很大的帮助 这两个三分堂呢我们今天会继续进行 此外针对员工或企业的退休计划 以及401K计划也将推出专业讲座 如果在公司有退休计划的话 这些钱应该怎么处理 有哪些选择应该怎么做 是如何做到一个最好的搭配 还有呢我们常说很多人退休的时候 夫妻之间他们里面 他们的大概退休计划里面 大概平均大概200万到700万的 这些retirement plan里面 如果不去用到后面 等到国税局必须让你拿的 就是所谓的require minimum distribution 我们一般称作RMD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未来问题有多大 我们应该如何来安排的话 能够将来我们退休的时候 不会年纪越大 所需要拿的钱越多 所交的税又越重 甚至人过世的时候问题更大 甚至还会有移民前后的税务规划讲座 帮助移民规避各种误区 我如何在移民身份的选择 到底夫妻两个都移民呢 可是万一如果还有资产需要时间来安排 怎么办呢 是不是我们可以两个里面一个先移 那一个先移另外一个呢 那应该安排什么身份 有什么样的选择 然后呢到美国来又不是问题 又能够有时间处理海外资产 而海外资产又不受到美国税法的限制 这些 然后落地以后 我们另外常常看到错误就是说 落地以后第二年报税的时候 明明资产比较高 听说美国税很高 就很多资产不敢报 结果呢 我们这个就常常讲说 就是把白钱变黑了 我们如何应该报的税 报的最好的方式 对我们将来最有利 甚至我们在如果将来要处理一些资产的时候 如果已经变成 要变成美国身份的话 那应该落地哪个州才对你有合适呢 事实上有些州你应该避开 怎么样安排 这些都是我们在谈的范围 美国范语集团 服务范围已扩大到全美14个州 能帮助客户完成各种财富规划 观众查询更多服务内容 请上美国范语集团官网 东森新闻团队洛杉矶报道 请上美国范语集团